作为和珅的弟弟,如果和林没死,嘉庆还会不会大清洗? 公元1799年,也就是嘉庆皇帝登基的第四年,太上皇干龙突然去世,干龙的去世意味着和珅失去了靠山。 没过几天,嘉庆皇帝开始清洗和珅,曾经影响力巨大的和珅集团土崩瓦解。 在前两天的文章中,先后讲了和珅崛起的过程,以及嘉奴刘权的故事,今天,我们就讲一下和珅的弟弟和林。 如果和林没有英年早逝,嘉庆皇帝敢不敢杀和珅还非常难说。 和珅是干龙后期逐步崛起的官员,认真计算,差不多是后二十年的事情。 和珅崛起之后,自然要全力扶持自己的弟弟,毕竟是上阵亲兄弟最为可靠。 不过与和珅不同,和珅可以依靠待在干龙身边的便利条件逐步往上爬,和林则没有这个本事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和珅为自己的弟弟想了一条捷径,那就是正战功。 在和珅的安排下,和林先后跟着阿贵和福康安东征西逃,尤其是福康安,福康安与和珅的私交不错。 和林依靠这条捷径,确实升迁非常干龙皇帝在登基之初,就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承诺,如果自己能够在位六十年,就会立刻退位。 绝对不能超过爷爷康熙皇帝,估计连干龙皇帝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那么长手。 要知道,康熙皇帝继位时只有八岁,而干龙皇帝登基时已经二十五岁了,到了六十年期满时,干龙皇帝不得不把皇位让给了儿子嘉庆,自己做起了太上皇。 但是,石权仍在干龙皇帝的手里,就在干龙会位的同一年,爆发了波及巴各省的白连教技艺。 福康安,和林这些能打的将领都被派往了前线,当时,和林已经就任四川总督,其实和申也非常精明,干龙皇帝已经垂垂老矣,说不定哪一天就一命呜呼了。 要福康安和和林在外,嘉庆皇帝就不得不有所顾忌。 请注意,当时为了镇压白连教技艺,身为四川总督的和林,能够指挥几万军队,如果嘉庆皇帝要清洗和身,首先要考虑手握兵权的和林。 不得不说,上天帮了嘉庆皇帝一个大忙,就在嘉庆登基的第一年,福康安与和林先后去世。 关于和林的死因,目前存在很大的争议,按照官方的说法,和林是感染瘟疫去世的,但是按照民间的传说,和林是被白连教刺杀的。 不管哪个说法更可信,和林去世以后,身在京师的和申失去了外援,当然,干龙皇帝还健在,嘉庆皇帝不敢把和申怎么样。 对于去世的和林,嘉庆皇帝追封了一系列荣耀,甚至把和林挺进了太妙。 换句话说,嘉庆皇帝为了麻痹和申,也是下了血本的。 到了嘉庆皇帝登基的第四年,当时春节刚过,太上皇战龙突然去世,和申失去了保护伞以后,嘉庆皇帝立刻开始清洗和申集团。 最后,嘉庆皇帝领布了和申的二十条罪状,和申被迫自杀,是于和林。 由于是和林的弟弟,几年前加封了一系列荣誉,全部都被取消。 按照后人的评价,如果和林仍在镇压白连教几义,嘉庆皇帝清理和申时,就会有很多路。